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屯門遇襲 左胸受刀傷 情況穩定 警方抓了一個男人 他和何君堯的助手亦受傷 何君堯遇襲後被送到屯門醫院 他左胸受傷 沒有生命危險要留院接受手術 你現在做了什麼檢查 有沒有打開醫生或怎麼樣 皮外傷 幸好有一個臉部 骨頭頂住 造成兩個屍陰傷 大家小心 何君堯的助手和涉嫌私襲的男人 亦都受傷 涉嫌私襲的男人送上病房的時候 有警員看守 已經報名參選月底區議會選舉的何君堯 早上8點多 在屯門啟封商場外擺街站 期間有人上前跟他聊天和送花 突然拿刀刺向他 何君堯和旁邊的人將對方制服 警方之後封鎖現場 便衣探員和鑑證人員到場守正 又檢走懷疑是空氣 套取紙毛 何君堯之後發新聞稿說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受襲 競選氣候已經不公和失去秩序 又提到之前有建制派議員辦事處 和宣傳品被毀壞 形容今天是區議會選舉黑色的一天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導 蚊子 主席 主席 感谢观看